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 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 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上集說到健康之道 在乎酸鹼平衡 我們今集會繼續的 上次袁醫生說到 吃些什麼會令身體更健康 主要是吃多些新鮮的蔬菜 水果 小蜜草 大蜜草 一些低碳水化合物的蔬菜 其實還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吃的呢 其實很明顯 我們的健康是關乎我們的飲食 在我們吃東西裏 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提一提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身體吃東西 是要先咀嚼它 是 大部分很多人 吃東西都是吃得很快的 狼吞苦煙 然後就拿杯水沖 沖開就算了 其實咀嚼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是需要身體的口腔 那些不同的酵素 OK 在你咀嚼的食物的時候 就不斷咀嚼 咀嚼的酵素 是幫助你先把食物消化的 所以呢 咀嚼過程是很重要的 但你知道很多人就不是的 就算咀嚼一咀嚼 還未吞得到 那就喝杯水 喝杯飲品 就將它 咀嚼一聲地沖進去 這個就會導致很多問題 這個會導致我們那個消化方面 就是食物未完整消化 會導致吸收方面有問題 還有一件事我們應該要做的 就是我們吃的時候 最好就是細淡一點入口 就是不要太過大膽 如果太淡 因為那些食物在口裡 是會慢慢會脹的 那如果你太淡淡入口 你很明顯 你咀嚼兩咀嚼它 它脹了時候 你的口就容納它不到 那你會怎樣呢 就很自然 就會把水沖進去 所以我們記住 要幫助你咀嚼得好 時間足夠 我們要細淡一點去吃 就是每咬個細淡 那慢慢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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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應該將食物咬到 是變成液體的 那就是說 你應該將食物咬到 它直接是好像液體 那自己流到那個 口腔喉嚨裡面的 就不是會 就要你想辦法 是勾一聲去吞 那還有一點點就是 你知道 如果你的食物咀嚼的過程裡面 你給身體有足夠的時間 是將你那個 即是那個食物的 入口的訊息 就傳到給你的身體 那裏 讓他知道 其實你的食物 其實你應該會 要感覺到飽的了 那很多很多情況 那些人就不是這樣做了 那些食物的飽的感覺 是那個飽的感覺 是遲了出現 那導致他就是吃得太多 那有些什麼可以幫助大家 在這方面做得好些呢 我通常建議一些人就是這樣的 看到拿到食物咬到口之後 那最好就放下叉 或者放下筷子 那把兩個手 就拿著坐著手 就是夾著手坐著 那接著就咬咬咬咬咬咬 那手不要拿出來 咬咬咬咬咬 咬咬咬咬 咬到他就變得好像水一樣 那自己流了進去 那你不需要說 一聲去吞他 總之他自己會自動流進去 那所以呢 其實咀嚼食物呢 是對我們的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是扮成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我如果有很多病人 他經常都是胃酸過多 消化不好 那我一叫他用這個方法 簡單 擠了一口食物 不要太大口 那接著呢 就慢慢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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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變成水 他自己流了進去 那他做了這樣之後 他那個胃酸的問題也解決了 那為什麼呢 那原來我們的身體那個口水是什麼 是簡性的 那如果我們在咀嚼過程裡面 能夠令到那個簡性的分泌 是酵素多一點 那我自自然 我們那個胃酸的問題 都可以解決到的 那好了 那我上次就跟大家介紹過 是三類的食物 蔬菜類的食物為主 跟著是草本的食物 小蜜草大蜜草這些類的食物 還有一些是叫做低墊粉質的 就是不好吃的薯仔 那些那些那個南瓜 那些那類的高墊粉質的梳菜類 還有些什麼食物呢 還有什麼食物呢 還有些食物就是那個生食物 生食物很緊要很緊要的 那在香港中國人來說 很可惜呢 我们没有这种吃生食的文化 其实任何食物经过煮的 大部分的重要烤素都被消灭了 所以如果你的食物越生的话 其实越好 尽量将你进食的食物 起码百分之四十的食物 即是你见得到的 即是你见得到 就是生食的 不要煮的 慢慢地将生食的食物 是增加到七十五到八十个百分之四 所以有些什么食物 即是我们香港人有机会用得到 就是沙律 你说沙律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其实很多地方都开始有的 包括快餐店 包括麦当劳 麦当劳其实都有沙律 有些田圆沙律 一点肉都没有 也有些沙律会加一些火鸡 或者是鸡 或者是鸡 或者是三文鱼 或者是三文鱼 所以如果大家想办法去找一找 其实也不难找到一些沙律 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吃沙律 是喜欢分开来吃 是吧 就是整个沙律 做头盆好 接着就吃主餐 肉类 如果我们能够将沙律 是混合我们的主角的食物一起吃 那主角食物那些问题 那些坏处 其实会因为我们同时 吃一些沙律 是消减得到的 所以记住 尽量吃多些生的食物 是 袁耳生 现在人们好像越来越着重 说要吃一些有机食物 那其实是否更加好的呢 那很明显 我们有机食物 起码可以做到什么呢 是可以避免了好一些农药 是吧 是 和其他很多的化学物 是 化学的农药 那 更加一重 有机食物 通常都是营养比较好些 主要就是在有机的农场 他们的种植方法 和土壤的培养是不同的 所以呢 可以这样说 有机食物 它的营养价值会高些的 那通常呢 你会怎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很多人都开始发现 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 是没什么味道的 没什么以前的香味的 我现在吃西瓜也好 只是水啊甜啊 没有了一种以前的西瓜的香味 还有现在很多的水间的植物 那水间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始终呢 我们的土壤里面呢 有很多的微元素 那在用水间的植物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它所加的那些矿物盐呢 可能不像一般天然的泥土里面 那些那些 那个营养 那个矿物盐 那么广泛 那所以呢 可以这样说呢 有机的食物呢 是营养会比较高些 那直至乎有时候呢 有些有机食物的营养价值呢 是比较 即不是有机食物呢 是多成呢 是三倍那么多的都有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食物那方面呢 尽量要 除了有机呢 尽量要新鲜 你知道呢 基本上来的 你一把食物一拆了 一离开那个种植的场所 一离开那个植物本身的枝框呢 你一拆了出来呢 其实就开始慢慢地腐烂 嗯 所有的植物都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最好当然呢 是能够越新鲜越好 是 知道了 香港的环境不是很多 家里有个花园在这里 种植物的 但是呢 始终也好 最好呢 是食物里面呢 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呢 是炸了之后呢 煮了之后呢 是尽量在这个时候吃的 是 但是当然啦 香港地 就是有机的蔬菜呢 虽然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真的去找呢 我相信呢 你一定找得够的 一定要有足够的供应的 嗯 但是有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就 觉得 就是没有机会 吃到 找到有机的时候呢 那我有些什么做呢 那第一 可以将新鲜的蔬菜 越新鲜越好 那就用一些特别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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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呢 帮它来到清洗的 那或者呢 你可以用一些液体呢 譬如雙氧水 其实雙氧水呢 是很好的 可以用在这个 清洗的植物呢 是很好用的 那还有一种呢 我叫做chloride chloride 是chlorine dioxide 的 那其实这个养份 是很足的 那这些呢 就是利用那个养份呢 是帮助你呢 就是 那个中和那些 那些 那些化学农药啊 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通常 那通常 那湘氧水呢 似乎那个浓度啦 那通常我们都建议呢 如果一加卵水呢 滴它六十滴啦 那但当然呢 如果你的湘氧水 那个 是比较浓的时候呢 那 那就可能 那个 那个 那个分量都可以减少少 明白 袁医生啊 那水呢 水呢 水是否可以平衡我们的酸碱度 那我们知道呢 那我们的身体那个 那个水的成分 差不多是七十个百分的 那我们血的水的成分呢 是九十四个百分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那我们身体呢 是需要水的供应 那我们需要一些干净的水很重要的 那但是你也都看到呢 那在市面上呢 其实已经开始呢 有些用一些 一些碱性的水的 那其实呢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用到一些碱性的水呢 那其实也是一个帮助的 那但是当然呢 如果没有机会用得到 那其实我们都用很多方法 可以简化我们的水的 譬如我曾经所说的 商量水 那商量水是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 那但一般来说呢 外面买得到的那些呢 通常都是给了一些外用的 那但是你知道呢 在食物工业里面呢 那我们往往是用商量水呢 是消毒的那些器皿啊 那就是你装置那些那些盒啊 那其实它用什么消毒呢 都是用商量水的 那因为商量水呢 是可以进口的啦 那它商量水呢 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养分和水分的 那所以是一个很安全的工具 那当然呢 用商量水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浓度了 那我知道呢 大家呢 在曾经香港呢 都要酝酿过一个很具争议的问题 那当时呢 就是有人说用商量水医病那样 那其实那道理本身在哪里呢 那很多人都会想着 商量水医病 就因为它有养分的问题啦 其实呢 商量水的本身呢 可以简化我们身体的液 那个酸的液体 那很多时候呢 其实用商量水 当然记住那滴数下 就是不要太浓啦 是几滴的啦 一一一大杯水 那可能两三滴 那三四滴 那说乎那个 那本身的商量水的浓度啦 那但是记住呢 你千万不要买一些外用的那些 就是有些 有些商量水呢 是特意给你外用 就是当消毒用的 那但是也很多呢 是一种食物级的商量水 那在外国很普遍的 就是外国很容易呢 去那些健康店都买得到的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滴几滴啦 那但是如果你说哎呀 又怕怕啊 又听了很多负面的资料 关于商量水呢 那你就可以用些梳打水啦 就是滴几些梳打粉啦 用少少啦 一大瓶里面加少少啦 那或者呢 可以用一些 特别制作的 就是碱性的水 那这个是水 水是很紧要很紧要的 嗯 袁医生 那你刚才提到 有很多蔬菜啦 那些人会担心 蛋白质不够啊 那吃些什么 才能补充到蛋白质呢 那一般人呢 就一听叫做素食啦 那他通常呢 他都即时会想起 蛋白质这个问题啦 那当然 那一般人呢 打算呢 蛋白质在哪里最多啦 打算肉类啦 牛鱼类食物啦 和鸡蛋啦 那样 那但是也有一种 那一般人也以为呢 就是蛋白质呢 其实是很难的 就是很难才得到回来的 那其实呢 那事实呢 就是其实所有的植物里面呢 都有很多很多 丰富的蛋白质的 OK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吃的食物呢 就是卡路里足够的话呢 其实你同时呢 你一定是用足 就是用足够的蛋白质进食的了 嗯 那有一个近年有一个研究呢 在那个Journal of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即是美国的一个 一个 那个 那个 营养学的 营养学的会 是 营养饮食学的会 那他就分析了一些 食肉的人啦 素食的人啦 那有些素食的人 又吃了鸡蛋和牛奶 那做了一种叫做Vegan的 Vegan的素食呢 就比较重严格的 因为Vegan素食的人呢 连鸡蛋呢 和牛奶都不喝的 是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发现呢 无论你是食肉的 素食的 一般的素食呢 或是Vegan 即是连鸡蛋和牛奶都不吃的人呢 他们的食物里面呢 差不多 他那个蛋白质的进食量呢 是他身体真正需要的 差不多成两倍的 哦 即是是足够的 差不多成两倍那么多的 这样的 那所以一般人那种想法呢 哎呀 要蛋白质呢 是一定要用肉类啊 或者牛奶类的呢 其实这个呢 是错的 那甚至乎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就算在过去的营养学的 有些营养专家呢 都开始呢 就被人一种错觉了 以为我们吃素的那些素类的 蔬菜类的蛋白质呢 是差不多可以这样 是质素没有那么好的 不是那么完整的 可以等于是二等公民那样的 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都去强调啦 是吃的蔬菜和谷类啊 至少要混合来吃啦 其实不要紧要的 因为呢 我们的身体呢 其实蔬菜类的食物呢 其实有了我们身体所有的氨基酸的 那当然呢 不是说每一种蔬菜呢 都有齐了所有的氨基酸的 那但是呢 你只不过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呢 是吃不同的蔬菜呢 其实你身体所需要的 我们叫做必需要的氨基酸 大概百类的 百种的 必需要的氨基酸呢 其实我们都已经足够了 那原来我们身体呢 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就是安基酸的 的储备的 就是一种自由的储备的 那其实我们的身体需要的氨基酸呢 大概是每天呢 大概是70克的 7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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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的身体有 足够的氨基酸呢 是给我们应用的了 除非你有些特别的 譬如那个 蛋白质不足的症状 譬如肌肉消耗了 或者头发脱头发 或者指甲呢 是变成脆弱 软 那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呢 发现自己的指甲软 脆 容易裂 他通常都以为自己盖不够的 其实指甲呢 主要是那个蛋白质的 那如果你遇到这些问题之后呢 那你很可能的蛋白质 那个身体吸收到是不够的 记住我说 身体吸收到不够的 是 其实不是那些人吃得不够的 很少很少的 今时今日 在香港的环境 在文明地方的环境 大部分的人的蛋白质 只不过是太多的 那大问题就是 你吸不吸收到 那很多时候呢 他如果发现有些蛋白质不足的症状呢 其实是身体那个有问题的 本身是有那个吸收的方面有问题 未必是一定进食的方面有问题的 那我们之前几集都和大家说 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呢 那个适合消化度很重要的 因为视乎我们吸收是如何吸收的 好了 那一般来说呢 譬如你一个月吃鱼吃两次左右 或者有时候呢 是一个礼拜吃些豆腐 或者吃些豆科 Legumes 吃些那些果仁 果实 嗯 还有呢 是发了牙的种子啊 谷类啊 还有牛油果啊 那其实这些食物呢 都有很好的 即是很高质素的蛋白质 那所以呢 在我们那个 食的蛋白质进食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留意呢 就不一定是 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数量 其实要蛋白质的质素呢 其实都很重要的 嗯 医生啊 那你刚才提到呢 说一个月可以吃两次鱼 那吃些什么鱼是最好呢 其实呢 我们吃鱼呢 是最紧要新鲜的 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鱼塘里面呢 其实很多些微生物的 很多些真菌那些这样的 那但是呢 鱼呢 很明显呢 它们可以抵受得到这些真菌 那我知道呢 鱼呢 是有丰富的健康的 阿米加三的 我们叫做必需要的脂肪酸的 那当然也有充分的蛋白质 还有有几种很重要的营养素的 那当然呢 它也都是属于肉类的食物 那就是动物类的食物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它也是有那个酸性的那个问题的 那但是呢 鱼也有问题呢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纤维啦 还有呢 在我们的 进入了的身体呢 就会产生酸啦 还有呢 是那些散的 那但是呢 整整体来说呢 其实呢 鱼呢 都是可以这样说呢 在一般 不是完全素食的人呢 其实都可以 可以就是进食的 那但当然了 有时候有些人 可能要慢慢你全素啦 那样 那就不觉得需要吃鱼的 那那呢 那那呢 曾经所说呢 鱼呢 其实最重要是新鲜的 那我通常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了 去鱼市场买的 那很多鱼呢 就已经湯了 用冰的煮装住啦 那但当然啦 如果是时间久了之后呢 你都会觉得它很腥的 那其实腥是代表什么呢 是腥是代表那些鱼呢 其实就不是那么新鲜的 那所以尽量呢 买一些是绝对很新鲜 就是闻下去 不会有腥的那些味道的鱼啦 那当然呢 最好的鱼的来源 那些水呢 是要没有污染啦 那但是很可惜啦 就是我们一般人呢 香港人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可以说得出的了 那些鱼是不是 那些鱼是不是 有没有污染的水域 那些鱼呢 那那些鱼呢 那吃什么鱼呢 那吃什么鱼呢 可以尽量吃些 沙文鱼啦 嗯 沉鱼啦 Trow啦 是吧 有一种鱼叫做Red Snapper 哦 鱁鱼 鱁鱼 鱁鱼啦 Red Snapper啦 还有健鱼啦 Swordfish啦 还有Tuna鱼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鱼类呢 它米加三的成分是特别高的 嗯 那好了 那在海鲜类里面呢 我们其实呢 尽量呢 不要吃那些 背壳类的海鲜产品 像Clam啊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类的产品 因为为什么呢 所以有些是背壳类的那些海鲜产品呢 其实呢 它都是吃垃圾的食物来的 嗯 通常呢 海底那些垃圾骯髒的地方呢 那些那些呢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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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比较来比喺тора 那些汤匙的囧ont 所以呢 那些质量呢 那些背壳类的呢 那些质量呢 那些減少他们吃了 那啦 那你知道吧 呢 那亚洲人呢 із香港人呢 很喜欢吃哪些呢 那些呢 那些咸ivat罗оль那些咸身 gesehen 那些呢 那些咸肉呢 那些呢 哪些呢 和珍菌的毒素 所以盡量吃少一點 比鹹製的鹹魚 最近大家都有說 魚裏面有很多水銀 所以是不是也不好吃呢? 當然水銀是一個問題 但魚本身也有它的好處 我相信可能孕婦 在暴雨期間或懷孕期間 可能魚方面可以減少吃 但一般來說 我們所說吃的魚的份量 其實也很少 也很有局限 一個星期吃兩次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魚理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氯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魚理 我們今天繼續的題目是 健康之道在乎酸鹼平衡 醫生 現在人們經常說怕肥 怕吃那些肥膩的食物 油 其實是否沒有益 其實我們身體的油 所謂脂肪其實很重要 我身體內有脂肪 很明顯 如果我們身體完全沒有脂肪 我身體好快會出現那些營養不良 甚至身體的退化問題會出現 所謂的關鍵 就不是說吃什麼 吃不吃油 關鍵是我們要去吃一些 進取一些健康的脂肪 不會導致我們所謂 會令到我們血管閉塞 那些類這樣的脂肪 當然了 壞的脂肪我們都知道 是很多些我們叫做植物油 那些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 亦都飽和的脂肪 其實在某程度上 其實飽和脂肪本身都不是一個問題 反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那些化學處理的植物油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那些植物油 這些化學處理的植物 通常有些人就會看到是植物油 那樣 那你以為是好東西 那其實通常這些是反式脂肪 這個是絕對要盡量去避免的 那我們身體的 我們身體的那個進食的卡路里 應該百分之二十的卡路里 應該有些健康的油那邊來的 那我們身體需要一些 所以必需要的脂肪酸 那這個是幫助我們的身體 就是 加上細胞膜的 那也有些我們叫做不飽和的脂肪 例如像阿麻子 有一個Borage Borage是那個什麼 流利巨油 Borage oil 那月見草油 那個evening print rose oil 那也有些是那些grap seeds Grap seeds是那些什麼 那些提子 提子油 還有一個是hemp oil Hemp oil其實是什麼呢 是大麻油來的 其實大麻其實很有益的 我已經和以前大家都說過 原來我們所謂的那些大麻 其實大麻油已經發現是可以什麼呢 可以醫癌症 那在外國已經很多的團體 開始要求將那個大麻合法化的 那還有大麻本身的葉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堅固的材料 曾經我看過在youtube看過一個片段 是說一架車身 其實是用那個ham的fiber 那些纖維做出來的 那可以說堅固到 你拿個大錘去打它都不會掉的 禁止了 所以其實我們被禁的那些大麻的植物 本身是一個很有益的 是很有工業價值 營養價值 還有醫療價值的一種植物 很可惜被人打壓了 其中打壓的原因是 他不想用大麻和一般的精神科藥 跟他爭生意 其實大麻的止痛 還有一些情緒病 其實效果是很好的 那副作用呢 可以這樣說 跟那些化學的西藥比 其實可能更少 是 那這些油是幫助我們細胞 細胞壁 細胞本身的外面的纖維 membrane 製造荷爾蒙 還有可以將它結合 以及將那些酸 撇除酸 都要靠油 那我們油呢 大部分油呢 都會有那些單飽和 還有不飽和的 多方面不飽和的脂肪的 那 譬如有些油呢 就是那個單飽和 是monosaturated的脂肪酸 多呢 譬如像那個橄欖油 是 那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那些新鮮的那些果實 還有呢 是牛油果 那這方面的油呢 是比較多些的 那 也都比我們的身體細胞呢 是 產生能量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的身體呢 是用這些油呢 是製造能量的 不是呢 是只是用那個糖的 明白 當糖用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慢慢的 是燃燒我們身體的脂肪的 好了 那必須需要的脂肪酸呢 是會加強我們免疫的細胞 會潤滑我們的關節 是會製造一個絕緣的 體外的一種 一種 一種 一種保護的絕緣體 令到我們身體的 就是體內的那些 體溫呢 那個那個熱力呢 就不會那麼快 就是消散了 那當然呢 它也都提供我們的能量 燃燒的一個燃料 就是我們大家知道 油燈 是點油燈的一種燃料來的 那也都可以幫我們製造 有些荷爾蒙 好像荷爾蒙那一類的 我們叫做前列腺素 Prostagandum 那這些前列腺素呢 是可以保護我們心臟病 中風 高血壓 還有那個血管閉塞 還有血泉 那只要你想想 其實呢 我們經常很怕要吃油 吃油 怕要吃得油多 就會有心臟病 中風 其實剛剛相反的 嗯 如果我們身體用的油 油是一種所謂好的油 其實這個是保護我們這方面 那個心血管那些那方面的問題 還有我們免疫那方面的問題 那當然呢 好的脂肪酸呢 會對我們舒緩我們關節炎 哮喘 經前的症候群 敏感 皮膚 多方面的皮膚的問題 甚至乎我們情緒方面的問題 那因為呢 它可以改善我們的腦袋的功能 好了 那油那方面呢 譬如我們是一個來源 食物來源 是果實 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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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油 有兩種 好了,要买油时,要注意,要用净快冷淡热烂的 不是高温来抽成水的是叫Cold Press的 当然啦,有等级的,有些是第一层次,叫做Virgin Cold Press Oil 它的包装很重要 第一,在包装方面,油会被光合作用,破坏得很厉害 破坏油的质素不单只是温度很明显,但原来光也会破坏 破坏程度可能更加重,所以我们买油的时候,要留意器皿 尽量用一些装油的瓶,尽量不要透明或是一般透明 尽量用一些黑色的瓶,甚至是罐头,铁罐的瓶 因为罐头起码是光射不到,所以我们尽量买一些,瓶装是黑的瓶装 如果讲究一些油公司,在包装之后,会用一些淡气,即是不想氧化 可以淡气加在瓶顶上,便会减少和空气氧化 产生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我刚才所讲的,油最好不要用高温煮过,所以尽量在沙律里做半食用 淡淡沙律,或者加一些柠檬汁,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沙律 酱沙律油,就是用阿麻纸油,加柠檬汁,这是最简单的 但是也要小心,油是千万不能益的,我们怎样知道油益不益呢? 我们就可以用臭角去闻一闻,而且有时候坏的油,你吃下去,那种感觉有些似那种感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亿的油千万不要吃,即是新鲜油是新鲜的油,其实是很重要的 明白,在我们中国人的菜式里面,常常用到芽菜,那袁医生你怎样看芽菜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芽菜是最好的食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芽菜本身有很多维他命,抗物盐,和全整的蛋白质,全部都有了 芽菜发生芽的种子,通常是充满生命力的,可以这么说,芽菜是代表生命的意思 芽菜当它发的时候,基本上它是更加简性的,也有很多酵素 原来在发芽的过程,我们身体的植物的荷尔蒙就开始活化了 蛋白质就开始被消化成为容易吸收的氨基酸,令到我们身体更加容易用得到 那种子里面的脂肪会变成一些容易吸收到的脂肪酸,和它里面的蛋白质也会变成一些容易吸收到的植物的糖分 那其实我们身体需要糖,只不过不要吃硬的糖,令到我们的胰壮,和我们的精力全部被它破坏了 那还有,除了芽菜之外,任何浸过的果实和种子,都可以说是令到我们身体简化的 令到我们的,增加我们的生命力,令到我们身体属于一种高能量的食物来的 那正如我曾经所说,它除了酵素,完整的,预先消化了的蛋白质,和那些抗物盐,核酸,维他命,我们叫做脱养核酸,RNA,和DNA,维他命B12,那样 那很多这些,就是身体那方面,很多的本来的食物是将它变为一种更加容易吸收的食物来的 那好了,那很有趣的,在那个发酵过程,其实身体的很多荷油,很多维他命是会,那个成分会增加了的 比如,Biotein,会增加50%,在发芽的时间,维他命B5,会增加200%,维他命B6,会增加500%,叶酸,会增加600%,还有riboflavin,B2,是增加1300% 就是,本来的食物的种子,你就这样吃,可能它本身的那个营养的价值,是经过发酵之后,是增加很多倍的 那所以呢,简单来说,其实芽菜,发芽菜,其实可以这样说,是最容易,最好的食物来的 那我们知道,我们香港人,都见到那些芽菜,就是黄芽菜,黄芽白,是吧? 但是,西方很多时候,就会吃那些木树芽菜,一下子你买到的,在超市可以买到的 那其实呢,任何的菊类,豆类,种子,其实都可以发芽菜,都可以发的 那譬如,那个绿豆,红豆,绿豆,cheek piece,那个cheek piece,是不是鸡豆 cheek piece,那也都可以发的,那个扁豆,绿色的扁豆,芝麻都可以的, sesame seed都可以的 那么,那个sunflower,那个buckwheat,桥蜜,和小蜜,都可以这样说 其实呢,所有的菊类,种子,其实都可以发的 那当然呢,就是吃那些豆腐的食物呢,其实呢,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发芽菜的方法吃的 好了,那我知道呢,香港人呢,就是在外面超市市场呢 都有很多这些芽菜买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自己吃一些 真是最高质素,还有是有机的,没有荷尔蒙处理过的那些芽菜呢 其实很简单的,其实自己家里可以做的 那么,在我们的健康店里面呢,我们都一直都有供应一些发芽菜盒 那自己呢,就是有几层的,那你淋水呢,是淋在顶层一次 那么,那些水呢,就会一层一层地滴下去,就是变得挺方便的 你一天可能淋一次水,那就足够了 好了,那我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就是很多人呢,是种芽菜呢,可能呢,初初不懂了 那么,一次过呢,有三层嘛,有三格嘛 三层都,就是审满了种子,那么一次过这样做 那么,结果呢,你可能要等它六日之后 这样,这样才可以审满吃得了 那么,你知道一次过呢,你做这么多呢 你很肯定,你不会吃得完的 那么,于是乎呢,你就可能拿了出来,吃了部分 那么,其他的就是在冰箱那里 那么,慢慢地呢,它可能变干的,可能会变坏的 那么,那你种芽菜呢,始终都会有时间的嘛 那么,所以呢,我的经验呢,就最好呢 如果我们买这些芽菜的合同,有三格 那么,我们就呢,每两天呢,就做一格 嗯 每两天,审一格 那么,接着呢,这样淋水 那么,两天之后呢,就再加多一格,审种子 那么,到六天之后呢,就丢第三格 因为,当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开始发到的 那么,当然呢,发到芽菜呢,长调无所谓的 那,一点是不是观伤大 那么,视乎你的发光环境啦 那么,有时有些房东的很长 더 Statuslab最长的 有一些房东当然,不是很长的 总之,你给它发光芽那些That'slab extension 那些 intend on 해,那些植物呢 那,它的营品量产了很高的 那如果你每一日,每2日 隔两天去做一层 六天之后就已经可以吃 但一盘一层其实都是有限的 就是它的份量不会太多 你就用了一层 当它多一天两天吃 接着你就再重新再审些种子 如是这样做 可以这么说 你是每一个礼拜里面 都有新鲜的芽菜是可以吃得到 过去我一直教我们的顾客 在健康店的顾客 教他用芽菜盒 有几层的芽菜盒可以这样用 但当然譬如有些人吃很多 吃很多时候没所谓 就做两格 买两个套 甚至你可以分开来做 也可以搭上去 然后放入六格 三格就变成六格 还有一个我知道 芽菜的环境最好是暗 通常就用毛巾盖住它 甚至乎有些人是放在厨房的星盘櫎底 櫎底肯定就是没有光 在那个环境 它发芽菜是比较快 所以芽菜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的简化 我们身体的食物里面 其实是最重要的食物 医生啊 现在的人很流行 喝草茶包 又用香料 那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呢 我相信很多人 除了喝中国茶 我也喝很多西式的茶 我最近去了美国 在罗散去一个商场 看到原来他们很流行 是开始用一些 那些果皮啊 花朵啊 来到葱那些茶的 起码就不会有咖啡因 那在我们用这些 当然了 我知道呢 比如香料来说 其实本身的营养价值很高 不单止它的味道也好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比如我上一次说 我们香港去去越南餐馆吃东西 那吃越南河粉 那它通常呢 会给很多些Lemongrass给你的 那其实这些这样的 那个香料草 香草呢 其实本身呢 这个营养价值的营养价值很高的 那我也都知道 Fanel Fanel这种草 这种香料 是会帮助我们消化的 Fanel Fanel 是帮助我们孕妇 是可以帮助我们产生足够的母乳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那些香料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健康和医疗的价值的 比如Cinnamons 那个Cinnamons 那样 就是 其实本身是帮助我们控制糖尿的 Cinnamons 那这些呢 其实呢 很重要的 好了 那我们在采用那些茶的时候呢 我最重要呢 就是要用一些什么呢 是用一些新鲜的 嗯 因为始终不新鲜的茶呢 是很容易会有毛在上面的 是 那我知道了 中国有时候呢 很流行呢 就用一些几十年的十年的老茶饼 嗯 其实呢 你都要小心 因为呢 他们呢 始终的储藏尽于风干得好 其实很多时候呢 他有很多的 就是那些毛菌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呢 尽量是选择那些 草茶啊 或者香料啊 那时候呢 尽量都要以新鲜为主 是 还有呢 他那个储藏的干 就是那个 风干的过程呢 就不好呢 就让他有这么多的毛菌存在的 医生啊 香港呢 有很多店铺子都卖 是果汁啦 他们甚至乎是有蔬菜汁的哦 那我们是否应该好好混用他们呢 其实呢 香港呢 过去呢 都见过啦 有些店铺子呢 除了喝我们传统的那些 橙汁啊 蘋果汁啊 甘筍汁啊 其实他已经有些 开始呢 用一些蔬菜汁的 是的 起码芹菜啦 有 这方面呢 有的 甚至乎呢 过去呢 曾经有些店铺子呢 就直接做了一些 小米草汁的 新鲜炸芹菜汁 但是不多 但是我见过 我也是见过 我认识的朋友呢 曾经在湾仔开过的 但是最后来 可能始终呢 香港的地 租金实在太贵了 是的 很多正当的生意呢 其实可能呢 在香港是生存不到的 这个很可惜 那 现在最近呢 政府都开始做些事情了 是有效地做些事情了 那我希望呢 这个情况可以改观 那我们 果汁呢 虽然呢 就是没有了些纤维啦 是不是 但是它的好处呢 它可以这样说呢 它是 那个营养各方面呢 是很浓的 啊 譬如有一些 碱性的盐啊 維他命啊 抗米盐啊 二绿素啊 酵素啊 其实这些呢 都是一个很浓缩 而且呢 就是你很容易吸收得到的 嗯 所以我喝果汁里面呢 其实最好呢 就是尽量呢 做一些是 蔬菜汁 是 不是只是芹菜 那么简单 就是这些东西呢 很可能呢 自己家里去做 因为呢 如果你外面喝的那些 比如红萝卜汁啊 那个红菜头啊 那些都比较糖分高的 那和红菜头呢 是会那个疏干 清肝呢 是会很强的 那所以有很多人呢 如果是喝大量的红菜头呢 喝了之后呢 那个那个 清肝那种感觉呢 令到它有一点点作悶的 嗯 还有啦 红萝卜啦 甘筍质啦 和那个 那个红菜头呢 比较糖分高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有健康上的问题呢 是想用个饮食方法 来处理健康问题呢 尽量呢 都是要减少这些 就是有糖分高的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好肯定呢 要自己做的啦 那好啦 那除了那个果汁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呢 会用煲汤的嘛 是吧 其实煲汤呢 有些一样同样的效果的 那在煲汤呢 譬如有些是那些 芝瓜汤啦 洋葱汤啦 洋葱啦 蒜头啦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种 就是好 好似说是一种 一种 一种果汁 梭索汁 很相似的工具 嗯 现在的人呢 你经常喝 柠檬汁啊 青檸汁啊 或者西柳汁 那它本身是酸性的 那其实对身体 是不是不好呢 那我们在口感方面呢 我们就是 檸檬啊 青檸啊 就是好像是酸的食物来的嘛 那所以你不其然 你会想到 那吃多了身体 是不是令身体更加酸化呢 那很有趣的 那我们很强调的 就是如果你身体 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喝那个 那个 那个蔬菜汁里面呢 就尽量找一些 是不要那么甜的 是 因为水果和那个蔬菜 都有相似的 酵素啊 啊 啊 抗物盐啊 啊 维他命啊 其他很相似的 那大概不同的地方呢 是水果里面是糖分高的 那糖分一高呢 就会令到身体 那个发酵的问题 会容易出现 那会加 就是会影响我们 那个免疫的问题的 那所以我很强调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就尽量呢 就用那些不甜的蔬菜汁 是 就不要用那些甜的水果 好了 那但是 柠檬啊 青檸啊 这些这样的西柳呢 其实很有趣的 虽然呢口感是酸的 但是呢 是在我们身体 经过生残代謝之后呢 它那个效果呢 是简化我们的身体的 哦 那所以呢 那些呢 很简单的 在我们外面 吃东西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 不知喝什么好 又不想喝奶茶 又不想喝咖啡 那样 那喝些什么呢 其实是喝柠檬水 是 是 那其实呢 最好呢 就喝柠檬水也好 尽量呢 都是我们饭餐 之前半个钟头 或者 吃了十分钟之后 是 尽量呢 都不好呢 就是充充充充充充充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很有益的哦 是啊 大家都看到了 在市面上呢 我们香港都开始很多人了 有见到牛油果 一只只 那 其实呢 在技术上呢 牛油果和番茄呢 是属于水果来的 嗯 其实它们不是一种蔬菜来的 但是 但是看你怎么吃呢 如果你 番茄啊 牛油果 你要是生食呢 其实它那个 它的效果呢 是简化 但是如果你经过煮了之后呢 那么番茄呢 就变成微微的酸的 嗯 那这两种食物呢 都是低糖啦 是不是 比如牛油果 糖分2% 而已 番茄也是3%而已 那还有呢 牛油果呢 是很明显的 它有多些健康的 蛋饱和的脂肪 是 那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那所以是一种很好的燃料来的 那原来呢 这两种食物呢 它们的 potassium的夹呢 是竟然比那个香蕉更加高的 哦 是 那还有呢 糖分是少很多的 嗯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那刚才原医生和我们分享了很多 有些什么有益的食物呢 令到我们的身体是可以简化的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 什么食物是不应该吃的呢 避免了我们公开一季了 如果你们对今集有些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去我们节目的讨论区留言 或者E-mail给原医生 是dr.yuan at sourcewadio.com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会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了原医生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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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